中華郵政4號開放民眾 預約五倍券 現在還不能現場 現在還不能現場您就對了 回去打這個電話就對了 規則沒搞清早起鋪了空 臉色就跟手上接一張紙一樣綠 去年他負責這個作業的人 他做得很好 今年負責這個作業的人0分 我來的話 我來的話帶有身分證 你就是要給我 民眾keep up 但郵局解釋 預約制是為了防疫分流 郵政五倍券 兩個時間點記好 10月4號開放電話網路預約 10月12號起 簡訊通知領券 想要直接拿到五倍券 11月1號後再來就對了 另一頭老人家 請托里長幫幫忙 電話預約打不進去 換個地方打還是一樣 無人接聽 用網路試試 不過螢幕白花花一片 兩個管道都卡卡 郵局表示因為太多人瞬間涌入 造成塞亡 他要預約就直接就在超商超市 這一塊預約就好了 那郵局這一塊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領資本券 這樣就比較簡單 五倍券反應熱烈 所以截至目前第一梯次用超商 預定民眾破千萬人 10月8號起開放領用 下一梯次預約時間是10月25號 而加碼部分國旅券最夯 已經有1089萬人登記 數位用戶專屬的好時券 還有約4萬份可以領 五倍券即將上路把握時間 增加一份別忘記 三十五零禁停電報 SNG小組 台北報導